所以請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 其他的話就MID IF-L IF-L部分的話呢 如果一樣把這一串公式 剪下來之後呢 放到IF-L的哪裡 就是這個區塊 到哪裡到這裡 這一塊有沒有 就是這一塊嘛 然後差別就是外面包一個 F-L刮虎 這個東西貼上 逗點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給他一個清楚裡面的資料 就完成了 OK應該還蠻清楚的 只是說你要花一點時間 這個其實 也不算難啦 但你要能夠熟練啦 其實有時候工作為什麼要教這些東西 因為你會的話很快你問題就解決了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真的 慢慢弄到下班也做不出來 那我在執掌上看到很多人就是 會的他效率非常高 工作非常的愜意啊 長下就OK了 那不會的人喔 可能就是拖到下班 就還做不出藥的結果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 剛剛的部分做完之後的話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 最好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兩個按鈕 所以呢我們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像前一個單位我們每次把它錄製 那錄製的部分呢 其實也相當簡單 像錄製聚集啦 還有一個清楚啦 所以其實這個有點像複習 我大概就快速帶一下 那所以如果說我今天的話 希望什麼 產生一個錄製聚集的 那第一個一樣把這個 其他命令打開 因為這個每一次都還原 所以把開發人員打勾 第二的話呢 在這個錄製聚集 那錄的部分的話 一樣嘛 你可能要彩排一下 那彩排的部分跟前面一樣嘛 這三個步驟 一 油標放在B2 二的話呢 在上面打個勾 有沒有 放在打勾 三的話 點兩下 有沒有 這三個步驟 跟前面那個 手機的錄製聚集一樣的動作 清楚的話一樣 把油標放外面 一 點這邊 二什麼 快速鍵還記得吧 Ctrl-Shift 向下 三的話 按Delete OK 那錄下來 三個步驟 所以我們大概快速做一下 一 這個錄製 那名稱的話 叫做什麼 叫做 瓜糊 四串 聚集好了 這個名稱 大概是給這個好了 OK 然後呢 你就把剛剛做的那個動作 彩排的部分呢 再把它按確定就開始了 所以 我好像NG的齁 第一步先取一下 油標先放外面好了 如果NG就重來 重錄一下 再來就把 蓋過去也沒關係 按確定 好 一油標放這裡 二 點上面資料給你打個勾 三 快速點兩下 那OK了 那再來的話 停止錄製 再來的話一樣 錄製聚集 然後清除 乾脆叫清除 清除 清除好了 後面加個聚集好了 OK 清除的聚集 我們錄製 但是 一樣 油標還是先放外面 任何一個 不要放這邊就對了 這個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 然後你待會應該要點一下 所以 一定要放外面 那我們開始錄製 那名稱要清楚 按確定就可以了 一 油標放這邊 二 欸 不不不不 你看 Ctrl Super向下 OK Ctrl Super向下 E4的話 就是向下選取 那Ctrl向下是向下的方向 Ctrl是選取 Delete OK 然後就把它什麼 停止錄製 然後我們就會在聚集裡面看到這兩個 然後你就這樣 可以直接執行 出現了 然後這邊的話清除 欸有了 OK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兩個按鈕的話 那一樣的 我們就是在旁邊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按鈕 然後一樣把這個拖拉一下 大小大概適中一下 然後把這個刮鬍字串聚集 複製一下 然後呢 把它什麼 貼上去 習慣是把那個字 就改成那個按鈕的名稱 那第二個按鈕怎麼出來 其實一般還是再點一下 再拖拉 可是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比較建議你乾脆直接拿這個按鈕複製它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再插入一個新的按鈕 你要拉的跟這個一模一樣大小 蠻困難的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你再怎麼厲害 說真的你要拉一樣大 真的非常非常困難 有沒有 像之前我就這樣 我就做這樣的方式做 然後選了它這樣子 其實理論上應該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就有的同學就是 可能有一些強迫症 他看到這個不對啊 這個大小不一樣啊 可以讓它調一樣 我說可以啊 如果你要調 這個好像比較窄一點 這個比較快 那你可以點按右鍵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往上拉一下 但他還是覺得好像左右不一樣 其實我是看不出來 但他覺得不一樣啊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不要這樣子 你用剛剛在按右鍵 複製它 然後在旁邊點一下 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子保證一模一樣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要讓這個 裡面的字 跟執行的句集不同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再重新指定句集就可以了 OK 那這招牌還蠻管用的 基本上我都用這種方法 確保每個按鈕都是長一樣大小 只要第一次做出來就可以了 OK 清除 輸出 OK 清除 輸出 這樣子就 產生我們要的那個 這個應該前面講過啦 那再來的話 就是最後 你就是再把這個句集裡面的程式 按一下什麼 剛剛是執行嘛 那我們之前有編輯嘛 對不對 那編輯我們做了什麼 其實就是 再把它裡面的這個程式叫出來 那當然會出現這些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我們有加上註解 所以註解部分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加一下吧 你還記得吧 姿態小 編輯選項 撰寫風格把它改成12好了 可以這樣增大 然後我們比如說第一步 那記得註解就前面加個單引號 1 我游標放在B2儲存格嘛 然後2的話呢就是 就是我在那個什麼 資料編輯列上面 什麼 加輸入了這底下的公式 3的話向下填滿 那你請各位註解自己自己打 這前面我們講過 那清除也是一樣 這個部分的話 就自己再把那個聚集錄製 稍微複習一下 一樣嘛 這個是1 我們是游標 清除的話是游標放B2 所以你會發現 它是用一個Range物件 後面一個方法 就是一個動詞 主詞加上一個動詞 就是游標放在那個什麼呢 B2 B2的儲存格 然後Ctrl Shift向下的話 那就第二 這個後面自己打 就是什麼 Range 也是範圍 Selection其實就指 Selection應該看一看 選取的範圍 其實就指的是B2 B2逗點到什麼呢 這個B2最下面的那個 其實就是什麼 選的那個範圍 所以以後呢 你如果要選一個範圍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Range 哪一個到哪一個 DanceLaser 它就會幫你把它選取 那刪除的話呢 那實際上 就是 再把它什麼 Clear Contents 其實用了這個方法 Clear Contents OK 那後面註解 請各位 自己按照 前面講過的那個 錄製劇集的方式 再把它加上去 OK 試試看 然後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複習一下 錄製劇集 不過錄製劇集 將來可能 我們用到的機會 會越來越少了 因為錄製劇集 其實說真的 比較沒有彈性 而且其實是電腦 幫我們自己寫出來 所以 其實 比較沒有辦法 完整的 這個 呈現我們要的那個 動作 所以通常 錄製劇集 我們會直接 用VBA來撰寫 所以剛剛的那兩個按鈕 基本上的話 我們會把它改成用VBA 就上個禮拜講的東西 如果用VBA來寫的話 那 該怎麼寫 OK 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錄製劇集的部分 稍微做一下